周期加盟CB选拟期开 杨明迎来一好一坏消息 郭艾伦报销反转 北京时间12月31日 CB第二阶段的常规赛继续展开 自从广东南篮排名反超辽宁南篮之后 很多球迷就在期待着 目前排在第四的辽宁南篮 什么时候能够迎来完全体 展现上个赛季夺冠的实力 考虑到杨明主教练 因为干扰CB比赛进展被停赛三场 所以辽宁南篮这段时期 才是真正迎来考验的时刻 尤其是对着联盟第一的浙江南篮 这场焦点大战的比赛 能够检验辽兰在缺少杨明的情况下 球队助教团和球星 能够展现出什么样的状态 那么在赛前 杨明也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首先是有不少媒体人曝光 辽宁南篮核心怪轮 在赛前的训练中再次重伤 本赛季怪轮大概率报销 如果这则爆料的消息是真实的 郭艾伦本赛季报销的话 这对于辽兰而言堪称晴天霹雳 不过截至目前 郭艾伦本人也没有在社交媒体进行回应 也可能是没看到这类的消息 辽宁南篮官方也没有对此进行回应 相反 在对阵浙江南篮的赛前 辽宁南篮晒出了全队训练的视频 而郭艾伦本人也在列参与了投篮和对抗的训练 所以郭艾伦腿部伤病确实是有可能反复出现 但至于赛季报销这种说法 可能是一些媒体人夸大其词了 郭艾伦在本周时间曾在社交媒体发声 他告诉球迷 自己在备战第二阶段对抗训练中 出现了严重的腿部拉伤 这个伤病很难痊愈 也导致自己跑不起来 缺席了很多场次 这也让自己很苦恼 还有就是自己回国后出现了新冠阳性 这也是自己二次感染新冠 第一次是在随队 奔赴海外打国家队的比赛中感染的 郭艾伦认为只有困难 才能磨练意志 我始终相信我自己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中战胜困难 度过困难 那么从这个赛季开始 郭艾伦就多次出现了伤病 缺席了不少常规赛比赛 甚至不少场次都是替补上场 年龄和奔赴国家队比赛出现的疲劳伤病 也让自己身体康复的很慢 但球迷也始终相信郭艾伦 只要能够好好休息 相信艾伦 能在季后赛的舞台健康归来 带领球队向未免冠军 继续发起冲击 除此之外 辽宁南岚还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关于莫兰德回归的进展提上日程 有媒体人消息 莫兰德本人在社交媒体最新 晒出了进入训练场打球的视频 这说明莫兰德身体恢复的还不错 而且他有望 在2023年的1月份回归到辽宁南岚 等到第三阶段的比赛 他就可以代表辽宁南岚出场比赛了 辽宁南岚当前内线确实是需要补强 而健康的莫兰德恰好是补强的关键 值得一提的是 因为家庭原因 从NBL联赛暂时回到国内的周琦 终于晒出了自己最新的动态 周琦的社交媒体定位在海南 他晒出了一段经纪人虽然冲浪的视频 周琦发文 一条视频告别2020年 能看出来周琦的心情还是不错的 很多球迷推测周琦可能要重回CBA了 因为他在NBL凤凰队打球并不开心 家里有事也应该是一个借口 这回来直接去冲浪了 周琦下一站能否加盟CBA 能否加盟辽宁南岚 还需要和新疆南岚进行协商 新疆南岚还拥有周琦的独家削权 周琦若愿意留在新疆南岚打球 两方的合同签订的就会很快 甚至新疆南岚有可能愿意 为提前离开凤凰队的周琦团队支付违约金 但周琦若不愿意留在新疆南岚打球 那么周琦大概率还是得返回NBL凤凰队报到 打完第二个赛季剩余的场次 尽管经纪人虽然一直在向篮鞋申诉 希望让周琦恢复自由身 但是进展迟迟没有被公开 周琦当然也想陪伴家人 一直漂泊在海外的周琦 重返NBA的梦想 渐行渐远 随着CB联赛即将恢复主客场 CB也迎来了经济复苏的好机会 虽然也明白 周琦职业生涯 想要稳定有好的发展 重回CB去争贯 或许才是最佳的选择 最后喜欢到我的球迷 别忘了关注点赞加转发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